就和一选举民进党大败后 26日此前宣布辞职的台湾行政院长 赖清德及总统府秘书长陈菊先后改口不辞了 随后 两人被批恋战权威 这也引得刚刚劝住二位的蔡英文赶紧维护 据台媒自由时报26日消息 蔡英文称 两人没有恋战权威 真正需要改变的人是他自己 他称 自己已经说过 败选的责任应该由他一肩扛起 他们在他的劝说之下 已经答应继续在岗位上打拼 面对人民轰过选票向执政党传达了不满 我们不会逃避责任 执政团队将透过对各项重大政策 人事的检讨反省 重新整队再出发 蔡英文称 一跟六都市长当选人都打了电话 向他们致上祝贺之意 党派竞争是民主常态 但共谋民众扶植必须是唯一目标 中央与地方有很多地方需要合作 也会尽快安排时间与他们见面 另一方面 赖清德也将最大难题抛给了蔡英文 赖清德26日在行政院召开重大信息发布记者会 亲口向外界宣布留任行政院长 以稳定政局 有媒体问 这次选举过后 大家开始检讨两岸政策 也包括九二共识 两岸政策是不是会做出调整 赖清德称 两岸全责归属蔡英文 行政院将依照蔡英文指示 配合推动相关政务 对于本次选举 金融时报分析认为 民进党的大败 国民党的大胜 与蔡英文亲美剧中的政策并不成正比 相反有关空气污染 经济 社会福利等民生议题 才是这场选战的胜负关键 而民生方面也成了赖清德的回应重点 有媒体问竟然要检讨的政策很多 第一点会检讨什么 民众似乎很希望拼经济 赖清德回答 拼经济是施政重点 也是最核心的工作 民众不满意的部分会检讨改进 这次选举中民众表达的意见 或是县市首长提出的意见 都会一并纳入参考 据联合新闻网26日消息 蔡英文24日宣布辞去当主席一职后 还表示民进党将会进行改组 随后民进党团传出代理主席 将由钟声代单此重任 桃源市长郑文灿被点名呼声极高 但稍早郑文灿婉拒此事 并对此指出 他会以预算审查为主 不会成为代理主席 郑文灿说 他深切指导桃源市民的期待 市政建设是他最重要的工作 民进党代理主席会在 11月28日中常会产生 市议会也是11月28日开始审议 年度桃源市政府总预算 因此 政市长会以预算审查为主 不会成为代理主席 郑文灿表示 面对选举挫折 他也愿意与大家一起面对 共同反省 找出失败的原因 但是 现在刚选完 还在卸票行程中 他心无悬念 确实没有想那么多 钟平是26日快评称 民进党接下来如何反思反省和应对 备受各方关注 从过去20年民进党的几次大起大落来看 每次的大起都不是因为自己真正的强大 主要是国民党或国民党的执政出了大问题 而每次的大落 都是因为自身出了大问题 这次九合一选举的大落 主因也是完全执政的民进党出了大问题 包括一些路线的问题 具体施政的问题等 造成许多民怨 民心思变 我们认为 选举结果当然重要 但更重要的是如何看待选举结果 作为败选方如何反思最为重要 不同的反思方向和结论 可能会有完全不同的路线和政策去向 没有反省能力的政党 很难有执政能力 民进党如何反思这次败选的原因 总结败选的教训 是检验民进党有无反省能力 及其执政前景的重要观察点 对于民进党的惨败 需要的是密切观察 民进党如何反思 如何总结 如何应变 包括是否或如何调整两岸政策 民进党有无反省的能力 我们拭目以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